因为台大研究生在网络上面发起了请街友吃饭的活动 他是收集超商的点数然后拿去换食物 现在已经兑换超过3200碗的泡面请街友吃了 从袋子里拿出二三十盒泡面仔细整理 这些泡面可不是买来的 全都是用超商点数换来的 要赶在春节前送给街友 我已经把有一些的集点箱给收回来了 发起这项公益活动的幕后推手 就是他古灯如台大社会工作系研究生 去年三月在脸书陆续发起四波请街友吃饭的活动 还到台大政大放集点箱 到现在已经募集了两万多张点数 兑换超过3200碗泡面 台湾真的有一种像公民社会的力量 其实大家就是可以关心这个议题 然后可以每个人就是付出一点力量 然后去做一些关心自己的事情 爱心不若人口透过媒体报道 来自台湾各地的善心人士 也纷纷把自己的点数寄给古灯如 希望让更多人得到温暖 但其实回想这段过程 古灯如也说 一开始募集时很多人还以为是诈骗 这种真性的事情 就是我们也没办法做得那么透明给人家 那我觉得大家都有怀疑的权利 保持笑容 不放弃目标 第五波的募集点数继续办下去 古灯如利用唾手可得的点数 帮助街友做了现在年轻人最好的失败 中间新闻和困员张一华台北报道